9月19号这一天呢 当时高雄市的水呢 是从下午开始突然淹起来 不过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呢 很多人很难想象 市长陈菊包括了两位副市长 都在自己的官邸里面休息 而事后呢 大家追问陈菊到底在哪 当时副市长李永德急着帮忙澄清 他当时开了记者会 拿出陈菊坐车行经路口的监视器要来证明 不过这个画面模糊不清 时间有错 而且画面中的车子 不是陈菊市长平日的坐车 面对今天来自四面八方记者们的质疑 李永德恼怒的回答了一句 他说市长又不是杀人放火 市长前面来台套的是水货车 郑明峰在当天陈菊仁在市区高雄市政府 公布市长坐车行经路口的监视器 但画面模糊不清 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到谁字比较看不出来 你看毕竟就是车头 记者会名称叫坐镇指挥铁证如山 但公布的七支监视器不是黑漆妈屋 就是完全看不到画面 看得到的也只有车灯和车影 要不就是好几辆车夹杂 陈菊有没有在车内只有他自己知道 唯一清楚的是这个画面的车牌 车号4061绿色福特 但这部车竟然不是陈菊平日的坐车 那天风雨很大 没借用市检查局的大福特 另外更离谱的是 市长坐车进关底画面时间是1点23分 但这是错的 当时时间是2点半 出关底的监视画面显示是下午4点 但当时其实是4点50分 显示陈菊要出门看灾 已经是下午快5点的事了 如果市长这样公布的时候 这个就是还需要什么有人在场 甚至说 这个在里面三个小时在做什么 是这部车子去做的犯 杀人犯我的事情吗 还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犯了什么要逃亡还是怎么样 副市长李永德一大早8点半 开记者会澄清 却开出一大堆疑问 也由不得记者在追问 这些监视器让市民更糊涂 中天新闻前线一包经营 高雄报道 中天新闻前线一包